今天是禮拜四早上的8月3 我們現在要搭法國的捷運到一個大的車站去 坐快速的鐵路到荷蘭 那預計到荷蘭時間大概要三個多小時到四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了 剛到了兩站之後要轉車 那因為法國太大了所以他一定要轉車 他要到我們去的那個大車站 要接歐洲之星到阿姆斯克一班 那現在再轉一個很像小車子 看一下上班族每個衝動忙忙跟台灣其實互相商 我們現在就是要到達這站Gadu Noho 就是往北的車站 這個車站設計得非常好 他就是所有的往北的路線全部在這一站上車 也就是說這樣子呢 你往北的地方就不會做錯了 那東西南北呢 各有一個車站 你往東就就到東的車站去 那就不會做錯方向也比較簡單 現在我們已經找到了我們的Gate 所以呢拿到車票先在這裡打洞 打洞 就先在這裡打洞確認之後呢 看你的Gate在哪裡 那應該就是右邊這個月台 上車了 但是我覺得今天我來的第四天喔 不知道說我七八七沒戴堆還是怎麼樣 一直戴帽子 說好油耶 這也是我的專業 可是沒辦法 不能在室內呢還戴著我的這個毛帽 我覺得這樣有點太 太怪了 那個真的有點怪怪的 所以今天就把帽子戴下來了 戴下來了 讓我們由頭跟大家見面 好那這次旅行會有意思 也希望接下來這幾天呢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洗髮精 讓我們洗 要不要看下旁邊 那現在去的車站 其實在我身後就是阿姆斯特丹的車站 可是來到這邊呢 其實 他們的機車很多呢 在阿姆斯特丹呢 腳踏車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覺得呢 在阿姆斯特丹到目前為止呢 因為可能緯度的關係 還有天氣的關係 目前在 在髮型上面呢 我覺得他們天生本來就有自然卷喔 所以他們 在髮型上面都會比較接近自然一點點的 那 男生就是 就是天天就是自然卷的卷法 女生大部分都是會把頭髮紮起來 或者是 穿著帽梯 戴著帽子 那我覺得 可能會有保暖的效果吧 男生或是戴棒球帽 我們現在要逛的是 在 紅燈區附近一個 賣紀念品的地方 裡面賣很多 五味波米啊 給 觀光客用的 那我們就 進去看看吧 這裏是一家呢 專門在玩 唱舞電的 跟另類音樂的 還有一些 大家現在很喜歡的公仔的一家 商店 那它下面是一個小小的 畫廊 所以剛剛拍了一些照片給他在看 就是 自然畫廊 我們所想出的是 作品 那好玩喔 阿姆斯特丹 現在呢是 阿姆斯特丹的下午 都快五點鐘了 那現在我們要回去飯店呢 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會晚一點點呢 我們再來 看看 阿姆斯特丹的 夜生活是什麼樣的狀況 應該是蠻好玩的 蠻有趣的 雖然 今天有點濕了 但是 呃 今天是禮拜五 應該 值得期待 那我們 晚上見